每一只棋的开始都一样,但未必每只棋都可以安然无恙地到达终点,迈向成功。 以棋比喻做人,有些人可以毫无障碍,很快地前进,有些人就平平淡淡,要一步一步地走,但同时,有些人就受到滞肘,果足不辞。 当他们面对毒品的时候,他们会不会借毒品来获取一分压的快感呢? 到底他最后会选择哪条路呢? 可惜,他最后都是选择这条不归路。 对,他最后会选择。 我最后会选择,他最后会选择的地方。 你还不认识? 到复兰